美国返台第二天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马不停蹄 拿着金门和平宣言 来见老友日本自民党副总裁 麻生太郎 两人相谈一个多小时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饭店 脸上笑容藏不住 不止郭董送了和平宣言 麻生也回送了日本及邮策 日本现在很有名的邮票 不只强调蔡总统有的自己也有 还把两岸敏感议题与日本动漫做结合 强调台日一条心 两岸的关系很可能随时都会插枪走火 虽然参选还未松口 但不忘再提醒823在金门会有重大宣布 但在这之前郭董动作可不少 9日将清下屏东拜访玉皇宫 还要举办首场主流民意大联盟大型说明会 国民党籍屏东议长周典论 更号召两万人到场 多名现议员也都会出席 但就怕遭到党籍处分 周典论也澄清 他是听从朱主席的政策 全力促成执政大联盟 并没有违反党籍 也不会退出国民党 不只屏东传出郭董将陆陆续续举办共10场主流民意大联盟 而下一站8月10号将在苗栗登场 郭董回台动作闲不下来 就差喊出参选这两字 靳选王宁 郭文婷在本报道 立刻下载靳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靳善靳美 靳好新闻